背着篮子 脚绑刷包 戴上手套 耳机及绿色眼镜 马六甲大爱幼儿园的小朋友 各个全副武装体验老化课程 其实我们让孩子体验这个呢 就让他产生一种就是同理心 然后运用在他们生活中里面 带上绿色眼镜后 视线变得模糊 小朋友都不喜欢 不方便的还在后头 无论是上课还是用餐 都得戴上手套 双手变得不灵活 六岁的陈君浩 双脚绑上刷包后 体会老人走路缓慢的不便 现在会放慢脚步 陪伴阿嬷一起走 现在我阿嬷包饺子 我只会跟住她的旁边 陪她走啊 看不到 关牌老人从小做起 体验课程 让小朋友同理长辈 进而懂得孝顺 大爱新闻饶舆论中介名 马来西亚马里亚报导 我只会放下来 同样的自己来看